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又是我Kenny,温健 继续和大家开卷有益 上次和大家介绍过人类大历史 今天带给大家另一本书 同样地也不是说投资 因为大家在国税的频道里面 也有很多投资的资讯 这次我们脑筋急转弯 继续看其他资料和其他范围 今天带给大家一本叫原子习惯的书 很简单,它的内容 用几句说话简单 其实你在书名里面 又或者在封面里面 都可以略知一二 所谓的原子习惯 重点就是在于原子 即是在法学反应里面 最小的微粒 而在封面书里面也提到 Teeny Changes and Remarkable Results 即是用一些很少很少的习惯改变 例如累积成多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结果和反应 书里面提过了 如果你每天只进步1% 一年之后你会进步37倍 但如果你每天倒退1%的话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厉害 所以它说的不是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 只是很简单的一些小微小眼的习惯改变 就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出现了 为何今天会介绍这本书呢? 大家知道了 其实我过去用了5个月的时间 减了40磅 当时来说真是土法练缸的 但发觉如果要将一些习惯在短时间里面 很大幅度的改变 你是需要很大很强劲的支持力 我有点,但未必每个人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翻天覆地做一些习惯的改变 其实未必维持到太久 很多人都有减肥的习惯或冲动 但减肥之后就算成功了 很快就会反弹 因为他们未必掌握到一个持之二行的方式 而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就是说 我们应该用一些小小小的习惯改变 当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无人法单车赛的英国队 之前理计英国队的成绩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差 但换了教练之后 他不是叫队员每天加操多五个小时 星期日平时休息的,继续加操 他不是用这个方式 因为这个其实有点反人性 亦都会令到新教练上场之后 很多队员未必会适应 很多反击反应的动作 反而他做些什么呢? 是真的一些很细微的东西 他将场馆的所谓的墙全部游成白色 变相是令到如果有少少骯髒的话 就立即看到 这件事是可以改善到每一个队员的呼吸 另外他试图了很多不同的按摩膏 哪些是最有效能帮助队员尽快复原 甚至单车里面的座椅 经一些调校,甚至特制 令到踩单车的时候舒服一点 就是这些小小小的改变 令到英国车队在环法单车赛里面 明显地大幅度地改善他们的业绩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 第一,是避免了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 第二,是避免了反人性 令到大家容易接受 这个才是持之以下的动作 这是其中一个提到的例子 另外,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 我们不应用目标为本 大家听到 不是目标为本,那怎样可以呢? 用回减肥的例子 因为其实你做任何事都好 包括减肥,可能是练习,射球都好 其实有一个learning curve 你的进步不是直线 所以如果你说 我要减到10kg 我才会代表达成目标的话 在初段来说 其实你的体重可能是不动的 又或者射球的准成度 不是说练一个星期就会准1% 练第二个星期就会准1% 可能从初段来计 是未见到明显的进步 所以如果你只是目标为本 你会怎样呢? 就是练了两个星期都减不到磅 射球都没准准 你会觉得气泪 所以他反而觉得 在一个习惯的建立里面 应该是建立一个身份的认同 例如举个例子 我做一个减肥的例子 其实我的目标不是减10kg 我是想做一个健康的日 想做一个健康的人的话 自自然就是 吃少一点,吃清一点 早睡早起,做好一点的运动 你有这个身份认同 接着你的习惯就会改变 就算短期未见到一个很明显的结果 你也有一个动力是持之以恪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建立一个好的习惯 未必或是不好用一个目标为本 反而要一个身份认同 书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的故事 也很有趣 令到大家所谓提到 用四个方法或四个阶段 令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亦都减少或是戒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当然内容我很难用5分钟10分钟 讲完整本书给大家看 亦都不是我的目标 因为我希望就是抛砖引用 如果大家一直都有看书的习惯 未必看过这本书 希望做过少许的引言 吸引到大家的兴趣 就去看这本书 如果大家本身未有所谓的阅读习惯 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开卷有益 就希望告诉大家 这个阅读的世界是很丰富 很多的聪明人写了很多书 值得大家去扩乎你的思考 但是提到看书 坦白说我也看很多书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 除了内容好之外 就是它写得很引人入胜 因为一本书或者作者的文笔 其实也很大关键 坦白说我只看这本书的引言 以及它的导读 已经是可以夸张点说的 爱不释手 那一晚来说 已经不断不断看 叫做放不下本书 因为原来在作者本身 之前在学校里面 遇到很严重的意外 基本上是身受重伤 然后又靠自己的毅力 以及习惯的改变 成为一个很出名的运动员 继续从事一个习惯专家 周围讲书、教书 很多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都是找它做港拓 所以它本身因为写得好 亦说到本身的经验 就令到这本书的可读性大大增加 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我短时间内减了40磅 亦经历过很多高高低低 亦看了很多书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现在和大家讲 或者教大家减肥的话 一定会比我减肥前83KG的 臃肿的身形更加大的说服力 因为我经历过 所以相对上来说 一个文笔好 而又写得比较流畅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英文比较简单 因为同时我也在看另一本 现在市场上或全世界 最出名的哲学家 叫做其中一个哲学家 他写一本书相当难名 如果有机会我看得完的话 我也想和大家推介 但始终如果英文比较难名 而当中牵涉很多哲学理论的话 其实是难消化 但这本书是易读易明的 令到大家容易吸收 当然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本书是有中文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买中文版 但对于我来说 我会做英文字母 我也希望原汁原名 所以我习惯一些外国书 我都会看回英文版 但英文版、中文版、鹤语白菜各有所爱 最重要是大家提到兴趣 去看这本书 掌握到相关的资讯 这次来说 简单介绍了这本书 其实它适用的范畴相当多 也已经销售了超过一百万冊 包括瘦身也好 你做销售也好 你人生里面有不同的目标 相信这节目 很多的读者或观众 来自不同的背景 可能做不同的行业 但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目标 可能是减肥 可能是想做销售成功 或是简单一点 想射波准一点 又或是演讲更加畅顺 又或是等等不同的目标 但不同的目标 都是建基于良好的习惯 这本书就是简单地令大家 如何可以循序漸进 透过一些很少很少习惯的改变 你就一定会成功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的时间 会带第三本书给大家 希望大家和我一齐 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而最近书展 我都看到很多新书出 我也都买了很多新书了 希望大家一起看书 可以在一个知识的范围里面 在一些巨人的肩膀上 继续走前 继续走得更加远 多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